被委任開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委員會主席胡鴻玉 和教育局局長吳克劍一起會見記者 胡鴻玉表示 委員會在國民教育開展三年內 會多聽教育界的意見 委員會本身的職權是包括三年開展期入面 實施的困難是甚麼 變成在這個困難入面 我們可以提供解決的方法 和提供這些困難應該怎樣處理 這個伸縮性是很大的 但在這個階段 我們應該是很明確的 焦點化地看一看 到底第一樣 我們應該教學生的內容是甚麼 內容是甚麼確定了 我們再考慮有甚麼特別困難 他強調在開展期內 學校有絕對的自主權怎樣推行國民教育 委員會一共由24名委員組成 副主席是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 國情指引的專責委員會主席李卓芬 其他委員有前警務處處長李明葵 但名單中 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 和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召集人陳昔志 教協和教育評議會 仍然未答應加入委員會 教育局局長吳克劍就說 委員會會繼續邀請他們加入 我們了解到 因為種種的因素 或者資料的問題 他們未必是 入這個委員會 但除了表達誠意之外 我們會留住這個位置 這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就是主席說得很好 他就說可用其他方法 他個人或者委員會 可用其他形式去跟他們接觸 亦可拿他們的意見 所以這是另一種形式去做 他說成立委員會 是為了回應社會對國民教育的關注 具有廣泛的參與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許佩茲報導